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 遗憾的是 非洲地区与石器直接相关的古人类 实在是太稀缺了 这就阻碍了我们将人类的先驱 尤其是能人和直立人 与特定的石器工具联系起来 那么在这一人类演化的关键时期 到底发生了什么 2023年10月12日 学者们在科学上给出了答案 1981年 在加尔巴 四号遗址一层 发现了一个婴儿的下颌骨 但是一直都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哪种古人类 先前对该化石的下颌骨的外部和内部形态分析 已经确定 这位化石的主人 与各种早期人数的成员 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包括能人 鲁道夫人 匠人 和直立人 之前的研究还认为 这位古人类受到了一种 影响七牙幼稚的罕见遗传性疾病的困扰 导致他的牙幼稚形成不全 但是同步加速器成像数据表明 没有这回事 他的病理学特征 其实是在埋藏的过程中造成的 人家没病 文章作者进一步对化石中的 第三和第四前磨牙 和第一磨牙的牙幼稚牙本质交界处 进行了基于三维标志的几何形态测量分析 并把它与其他古人类的化石进行比较 他们发现 基于牙冠高度 以及后肩牙的位置和相对高度的相似性 这位古人类 在永久性的第三前磨牙 牙幼稚和牙本质交界处的形状上 表现出了对直立人的形态亲和性 结合其他的发现 文章作者推测 这位古人类属于直立人 这是直立人婴儿的下河谷 更为难得的是 他所在的区域正好与奥尔都旺的工具 和早期阿舍利的工具有关 利用沉积速率和沉积物积累模型估计 该地层的具体年龄为距今200万年前 这正是最早的直立人活跃的时期 就此可知 直立人在其演化的早期阶段 就开始制造并且使用这两类工具 他们极有可能会利用自己制作的首辅去狩猎 更有意思是 这位直立人所处的环境 该地区由一系列史前移植组成 位于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阿瓦石地区 海拔大于2000米 而在耕心市时期 这个高海拔地区的气候 会比东非大列谷的低海拔地区 更凉爽也更湿润 它是非洲山地 而非西树草原 对于人类的演化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假说 古人类是在东非大列谷 海拔较低 而且干道多的地方进化的 确实 早期人数的大多数化石证据都来自那里 但是200万年前的 这位婴儿所属的直立人族群 改变了游戏规则 他们征服了海拔2000米的非洲山地 进一步扩大了人类祖先的势力范围 直立人的适应性相当的卓越 他们不仅适应了高海拔环境 并繁衍生息 还拥有令人惊叹的工具制造技能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来看看2023年到现在 人类演化中的那些新发现 2023年9月20日 古生物学家们在赞比亚卡兰伯瀑布 发现了新的保存完好的木制品 这些木材的历史 至少可以追溯到476000年前 这比制人的出现还要早了10万年以上 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木结构建筑 一根1.4米长的原木其末端成锥形 并在另一块大木头上刻有深深的凹口 两者可以像积木一样搭在一起 彼此垂直堆叠 这些木材大概率是某种平台 或者住宅的一部分基础构造 但由于现场没有更多的木制材料了 所以很难确定这些木材的具体用途 文章作者推测 他们可能会被用来制作钓鱼平台 或者用来防止东西接触泥泞的森林地面 甚至是一个简单的庇护所 人们还在附近发现了四件木制工具 包括蝎子 挖掘棒 切好的原木 还有有缺口的树枝 这些工具的年代要稍晚一些 距今大约32万4千年到39万年前 看来古人类很早就掌握了 加工木材 甚至用木材做建筑的技术 这在一定程度上 挑战了石器时代人们游木的观点 古人类的技术进步 可能比我们之前猜测的要快 47.6万年前他们就开始建造木结构建筑了 那既然古人们的技术进步的这么快 现代人或者说智人是怎么在古人的竞争中崛起的呢 2024年1月18日 来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联合研究团队 在中国北方的市域遗址找到了线索 他们发现了4.5亿年前 智人在东亚留下的一系列现代性的文化证据 4.7万年前智人向东南欧扩张 并在欧亚大陆西侧留下了标志性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的石器工业 这些石器工业连同远距离的资源流通 颜料的使用 个人装饰品的发展等 被视为早期现代人扩散的重要文化表征 长期以来这些考古证据都发现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侧 几乎未见于东亚的核心地区 这被视为东亚地区现代性文化发展迟滞的表现 施玉一致的发现就打破了这一观念 它位于广义尼河湾盆地的西南园 隶属于山西省硕州市 施玉还发现了用体积刀片缩减法生产的石器组合 这些古人们从中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远距离转移过黑药石 他们还能够使用符合工具 捕猎奔跑速度较快的马科动物 同时实现高强度的开发 使用肉和骨髓 并利用兽皮等副产品 很明显施玉人是一群非常娴熟的猎人 他们表现出了极强的狩猎能力与资源开发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 这里发现的石器组合兼具了东西方的特色 这是目前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 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的石器工业 施玉的发现就表明 最晚4.5万年前 现代人已经抵达了东亚 并展现出了高度发达的技术及文化 而这些技术不仅能够带来更为丰富的肉类等食物 还有助于认知能力的提高 就这样在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的同时 智人就此在与其他人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一记绝尘 而伴随着技术的进步 一场场灾难也接踵而至 这就是战争 为了应对战争 只是搭建简单的木质建筑就不行了 还需要建设更巨大的防御公式 2024年科学家们发现了 距今4000年前 包围着海巴尔绿洲的防御公式 这个城墙最初长14.5公里 厚度在1.7到2.4米之间 高度约为5米 如今保留了原路线的一半以上 城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250年前至1950年前的青铜时代 由于当地沙漠景观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深刻的改造 该城墙此前从未被发现过 这是我们已知的 4000年前最长的防御公式之一 这个新的围墙绿洲 与泰马绿洲一样 是查特阿拉伯最大的两个绿洲之一 虽然研究证实了 海巴尔绿洲属于阿拉伯西北部的一个有围墙的绿洲网络 但是这座城墙的发现 依旧留下了众多未解之谜 为什么古代的人类要建造它 又是什么人完成的建设工程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改写了人类战争史的重要发现 马鞍的新发现 2023年12月12日 考古学家们在蒙古阿尔泰地区发现了一件有几块画木制成的雕刻精美的马鞍等文物 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 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冬季末期 这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马鞍之一 它的发现来自于是警方的行动 2015年4月 蒙古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们接到了警方通知 由抢劫者毁坏了位于科布多省的洞穴墓葬 蒙古国家博物馆的学者们随后对该墓穴进行了抢救式的发掘 出土了一匹马的木乃伊一孩 还有一件完整的木马鞍 在这篇研究里 他们首次对这匹马鞍和马进行了详细的考古学和生物分子分析 并探讨了这一发现 对我们理解古代亚洲早期马鞠和社会动态的影响 尽管现代的骑手几乎普遍使用马灯和真正的马鞍 但是早期的骑马者显然是没有这种待遇的 关于骑程马科动物最古老的直接证据 来自于公元前3000年的米索布达米亚和利凡特 当时骑手骑的是亚洲野驴 他们是通过一个绑在缰绳上的简单的鼻环来控制的 骑手们会使用环绕马腹部的腰带来帮助稳定自己 长时间的骑马对马和骑手都造成了伤害 来自欧亚草原新兴马文化墓葬的证据表明 骑手们经常会出现下肢臀部和下背部骨骼畸形 这被认为是骑马造成的 这种做法对马匹身体的影响更为严重 在东亚和中亚的早期骑程马群中 经常会观察到严重的脊椎骨化破裂和其他严重的脊椎损伤 到了公元500年左右 在欧亚大陆骑兵兴起的同时 人们就开始使用 由皮革制成 填充有毛皮纤维或者其他材料 并通过腰带固定在马身上的软垫马鞍 到了公元一世纪初 在整个欧亚大陆 简单的马鞍就被改造 以提供更大程度的安全性 在欧亚大陆西部 罗马军用马鞍包含了四个大脚和把手 为骑兵提供了更大的稳定性 早期的半结构化的马鞍 不仅为骑手和马匹 提供了更大的舒适度和安全性 也使得骑兵和装甲士兵 能够更直接的使用盾气和剑 鞍座稳定性方面的创新 则使得骑手能够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 承受碰撞和骑行 并帮助重骑兵 在横跨欧亚大陆的战场上 取代了战车 那讲完了马鞍 那马登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马登最早的缺早考古证据 来自东亚 已知最古老的一个候选者 是来自中国河南省安阳市的一处物葬 七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上半叶 马登是与马鞍的一部分一起被发现的 其中包括了安桥和欧安桥 但可能尚未使用严格的内部结构 虽然放射性探测年法 很少应用于这一时期的中国遗址 但是最古老的马登代表 可能来自于中国中南部 湖南省长沙市的一座坟墓中的雕像 七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302年 最近有人提出了一个甚至更早的潜在的例子 它出现在南京市 东吴无将军墓中的兵马俑模型上 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它去世的时间公元271年 尽管该材料的完整副报告尚未出版 这种对早期马登状物体的描绘 仅出现在马鞍的左侧 而且不是成队出现的 因此它们最初的功能可能是作为安装辅助工具 尽管如此 用于骑马的成队马登 很快就出现在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其描述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322年 这次在蒙古发现的马登非常的精美 它的安座是由画木制成的符合框架安座 并被染成深红色用黑色装饰 右侧的一些油漆已经磨损了 这块新型安座具有坚固的框架 可以更好地支撑马登 从而在安装时支撑骑手的体重 而对马术的改进 以及对马术战斗的推断 可能有助于早期草原正体的形成 马登还为骑手的座椅提供了稳定性 并为上半身提供了活动自由 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冲击战斗时可以更有效 在安装时使用长矛和剑 来维持和发出猛烈的劈砍打击 同时活用长矛和其他重型武器 马登还能使骑手能够站立在座位上 从而更安全的小跑 这种固态可以推挤无马登的骑手 装备齐全后 草原骑手就可以穿着更重的盔甲和武器参加战斗 或者以新的方式使用现有的武器 从而使早期的采用者 在马匹的战斗和运输方面更具优势 柔然的崛起就得益于早期使用与马登相关的技术优势 库尔努尔的新发现则表明 马登在蒙古草原上使用的同时 它们最早出现于东亚其他的地方 这些新数据共同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 即蒙古草原的文化与马术的关键创新密切相关 这进一步对中世纪战争的进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了这些工具方面的革新与创举 2023年人类自身的演化过程中 也发表了很多重要的发现 2023年8月31日 发表于科学上的研究显示 人类的祖先在大约81万3000年到93万年前 经历了严重的人口瓶颈 仅剩了1280个繁殖个体 这一瓶颈持续了约11万7000年 使人类的祖先濒临灭绝 我们专门做了视频 详细讲了这篇文章就不再啰嗦了 8月10日的研究则告诉我们 气候变化策划了古人类 在欧亚大陆上的爱情故事 9万年前古人类的魂血儿丹尼 就来自这场祝福 他的母亲是尼安德特人 父亲是丹尼索瓦人 改写了人类迁徙时的老窝洞穴 则揭示了一个人属丰富的东南亚 智人抵达东南亚的时间 比我们预想的要早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美 陆地花粉的侧年再次确证 北美最古老的人类族计划时 可以追溯到距今 2.1到2.3万年前 这比之前预想的要早了 近8000年 在莫斯圣经期期间 人类就已经活跃在北美了 他们还可能在南加州地区 一直玩火 仅用了300年 就团灭了当地的巨型步入动物 2023年 人类演化方面的新发现 可谓丰富又精彩 大家都看到了哪些 有关人类演化的新发现呢 哪些研究最合你的心意 或者给了你最大的启发呢 欢迎大家留言补充 让我们一起来祝福 人类的2024吧 1 Petain 2 Petain 4 Petain 2 Petain 4